疫苗研发又传来好消息 美国药厂莫德纳公布了 疫苗后期试验的初步结果 对新冠病毒的预防效力达到94.5% 不但高于辉瑞药厂的疫苗 保存上也更加的容易 在摄氏零下20度的环境 可以保存6个月 放在冰箱可以保存30天 辉瑞疫苗则是必须存放在 摄氏零下75度的极低温 放冰箱也只能保存5天 相较之下 莫德纳疫苗在储存跟配送上 比辉瑞疫苗占优势 最快渴望在年底之前 让美国高风险族群悠闲接种 疫苗研发又传来捷报 美国药厂莫德纳研发的新冠疫苗 在第三阶段 也就是最后一阶段的临床试验显示 防护效果将近95% 莫德纳疫苗在摄氏零下20度的环境 可保存6个月 放在冰箱可保存30天 而辉瑞疫苗必须存放在摄氏零下75度的极低温 放冰箱只能保存5天 莫德纳疫苗在储存和配送上 比辉瑞疫苗占了优势 莫德纳的目标是年底就可以上市施打 年内生产2000万剂疫苗 明年目标是5亿到10亿剂 川普不忘推文要大家记得 在他任内这些伟大的成果将终结中国瘟疫 世卫秘书长谭德塞表示 世卫仍以审慎乐观的态度看待疫苗问世 而辉瑞跟莫德纳两家公司 明年渴望生产超过10亿剂的疫苗 到时人类将可走出新冠冒眼 从回正常生活 刘永伟编译 美国莫德纳生技公司研发新冠疫苗也传捷报 但外界还是关心台湾有没有机会买到呢 国内医师认为 由于全球大国都已经先跟辉瑞下单 相对来说 这支疫苗可能会更容易取得 加上这支疫苗只需要在零下20度的环境 就能够保存 因此冷链技术上也较容易克服 指挥中心也回应 先前就曾经跟莫德纳公司接洽 双方都有意愿合作 但是数量还有价格还有待谈判 美国生技公司莫德纳 研发的新冠疫苗试验结果也传出捷报 紧追在辉瑞药厂之后 同样渴望问世 不过外界关心台湾究竟有没有机会买到 德国厂的结果先公布 所以全世界都下单 那他们下的单就比较不会再下第二张单 所以莫德纳目前的 卖出去的量就比较少 那我们就比较有可能从莫德纳拿到单子 国内医师认为比起世界大国 有些争抢辉瑞疫苗 台湾可能更容易向莫德纳取得 但细节还是得靠政府直接与药厂洽谈 另外根据莫德纳最新公布数据 疫苗不用保存在极低温环境 可于二到八度之间保存三十天 因此在冷链技术部分 包含运送冷藏 国内就不需要做太多变更 比较容易克服 大部分的接种点要保持二到四度是比较容易的 那相对于辉瑞的当然是我们在整个运送的 所谓的冷藏的部分 我们会更轻松一些 大概任何的厂商我们都有在接洽 那我想能够有一些好的疫苗能够出来 这是对整个我想对于全球世界 大家都是一件好事情 指揮中心则回应先前就曾经 和莫德纳药厂接洽 双方也有医院合作 但数量和价格仍有待谈判 加上COVAX全球取得机制 并没有把莫德纳列在首播候选名单 因此最后何时才能取得一切还是未知数 记者陈子凡许起中蔡玉如台北报道 双十一购物节过了快一个礼拜 但这两天传出有民众在双十一期间 透过超商计件灾情不断 由卖家收到了超商简讯表示货物可能遗失 还要求卖家自己回复email说明内容物 也有其他的卖家发现上网追踪计货的状态 却显示既见货态异常邪寻中 让卖家超傻眼 对此超商回应 不论是简讯或者是网路追踪讯息 都只是物质 包裹没有遗失 要民众安心 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货 则是没有明确回应 迫不及待开箱 双十一过了一个礼拜 民众陆陆续续收到战利品 却有卖家收到消费者询问 没收到货才发现事情大条了 追问帮忙寄送的超商 结果超商却说货物可能遗失 他直接说遗失 他不是搞得人心惶惶 那跟买家也难交代 买家都已经汇还给我 然后我收到这个简讯 然后我要怎么跟他交代 好像搞得我是诈骗计断 一名诚信卖家无奈表示 他在双十一当天 透过超商祭出 终止决赛的周边商品等货物 十五号突然收到超商简讯 表示他的四件包裹可能遗失 而且要求他期限内回复 email说明内容物 让他相当傻眼 而遇到类似状况的 还不止他一人 十二号进了二十件 总结了差不多就是一万元上下 我要自己吸收那些谁场 还有经营代购的张信卖家 透过上网追踪 自己十二号寄出的商品 却都呈现既见货太异常 邪寻中 对此超商则是透过文字声明指出 不论是简讯或是网路追踪讯息 都只是物质 包裹并没有医师 还在理货当中 要民众安心耐心等候 怎么会 这东西又不是这两年 才发明出来的 怎么会搞成这样 毕竟也是自己有花钱去买 如果说东西不见 那是干嘛 还是会担心 双十一开开心心血拼 如今包裹寄送 却是灾情不断 也让买方和卖方直呼 很无奈 这周一请给大家立台报道 秋老虎发威 这几天不少民众出门 都穿起了短袖 气象局表示 周三到周五 各地高温都有机会 来到三十度以上 甚至到三十一度 秋老虎的天气 感觉就像夏天一样 但是要注意 从周六开始 受到东北风略为增强的影响 北台湾高温 大概会略降三四度 北部山区也可能 会有局部短暂雨的机会 到了下周一 东北风将会再度的增强 全台各地高温 还会再下降 一朵朵卷云就像羽毛挂在空中 中央气象局局长 这名点在脸书剖出照片 也让不少网友惊艳 就因为这几天天气状况稳定 才出现这般美景 星期三 星期四两天 天气形态还是类似 甚至水气再少 所以预估明天 大部分地区是晴到多云 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 以高温预估也是类似 预估西半部地区的高温 大约在31度左右 东半部地区则在28度上下 点心的秋老虎天气 感觉就像夏天 周三和周四 北台湾最高温有31度 中部和南部也有30度 东部则是28度 不过到了周五开始 受到东北风略为增强领响 各地高温略降 周六北台湾高温 更会降个3到4度 同时北台湾的山区 还会有局部短暂雨 到了下周一 也就是23号当天 东北风还会再增强 东北风从星期五开始 到下星期一这段时间 是慢慢开始影响我们 那在温度方面 还是以北部 东北部稍微会受到影响 低温的变化没有太大 大约还是在20度左右 但是高温可能会 每天下降个 一两度两三度 这几天的天气变化 还得再观察 但就长期观测来看 气象专家彭启明则指出 根据统计显示 今年10月单月是史上第四高温 预估今年一整年的地球温度 很有可能是坐二望一 这在百年地球的历史记录来看 也是属于极端值 记者中不倒 山猪也会听歌剧吗 在曾文水库湖中央 有一座山猪岛 上头生活着一大群 与世无争的山猪 只要听到靠近的船只 播放知名歌剧 公主车夜未眠 就会激动地冲到岸边 如此特别奇景 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想来一场近距离 喂食山猪的有趣体验 音乐异响 原本无动于衷的山猪 竟然全都动了起来 针身恐后地往岸边冲刺 一大群山猪蜂拥而至 像极了知名动画 《鬼滅之刃》中 带着山猪头套的角色 一支柱 游客兴奋地抓起一大把飼料 往山猪一丢 吸引更多猪只聚集抢食 游客们不断惊呼 难道山猪也会听歌剧吗 这特别的奇景 就位在曾文水库的山猪岛 岛上一百多只 于世无争的山猪 每天无忧无虑的生活 特别的是 他们只要听见熟悉的知名歌剧 《公主彻严未眠》 就会激动地出来见客 要来看那个山猪 然后也带这个资料 要来喂山猪 雄过来的 然后我们特地请假 然后带小朋友过来看 这边曾文水库的风景 然后我们第一次看到 这个山猪岛 非常的兴奋 因为好多山猪 真的好可爱 山猪可爱吗 可爱 想要近距离喂食山猪 曾文水库的水位 必须达到一定高度 船只才能够开航 并且驶向山猪岛 能够体验到的游客 可以说是相当幸运 记者蔡崇武嘉义报道 新竹以风大闻名 还出现了特殊景观 在新竹竹北市的一棵路树 上头被挂满了安全帽 有网友就把这个奇特的街景 拍下来po上网 引发热议 原来是因为新竹风太大了 把路边机车上的安全帽都吹掉 附近店家找不到安全帽的主人 干脆就把一个个的安全帽 挂在树上 等机车族来认领 一个 两个 三个 数一数竟然有15个安全帽 被挂在路数上 让路过民众看傻眼 越挂越高 正常车主不会挂的 一定是外人挂的 不没关 因为你掉了之后 假如说被风吹掉 你也不知道是哪一台机车的安全帽 所以有可能就直接先放在上面 这棵安全帽树 就位在新竹竹北市 自长南路隔成功八路口 意思因为当地风太强劲 把路边机车上的安全帽都吹掉了 民众见状热心将安全帽捡起 但数量实在太多 又找不到主人 只好挂在树上等待认领 如此奇特景象被po上网 有网友说人家是树葡萄 所以这是树西瓜吗 还有人说这是应景的圣诞节装饰 新竹风大文明 却也意外出现逗趣景象 不过还是提醒民众 将安全帽收进车厢里 以免在街道上随风游荡 引发危险 谢谢徐志千年新竹报导